9月11日 程晓东携白蛇传说剧组 在港举办迎中秋活动 主演林峰、黄胜一、阿萨均有出席 白素贞的故事 经赵雅芝的演绎可谓尽人皆知 虽然几经翻拍 但都无法逾越新白娘子传奇的地位 如今黄胜一演绎白蛇 加入新的元素和新的故事构架 结果如何 只能等待公映后的评说了 其实我觉得就无论是王主贤演的 还是之前 其实最对我们这一代印象深刻的 应该是赵雅芝 雅芝姐演的这个白蛇的形象 都 其实不用再看你的脑子 都是有印象的 因为这次演的时候 我是希望可以 反而不要太多的去借鉴到 那个戏 能够自己最好是可以忘掉 这样就是用一个全新的故事 一个全新的状态 林峰与黄胜一有场水中唯美戏份 据说拍摄了整整两天 对此身临其境的林峰 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其实有一场比较特别一点 就是一场水底的戏 因为以前也有拍过一些水底戏 但没试过真的泡在水里面 真的连拍了两天 而且因为要求那个画面唯美 所以真的要求 真的导演都有一定的要求